大家看到這個最新的另外一個現場呢 居然會有這樣的事情 一男當兵體檢 他患有膳氣 但卻遭到這個錯切 他的膏丸居然失去了生育能力 像狀況連線記者林家元 好的 很多男生當兵的時候都要進行體檢 有一個小兵怎麼會發生這麼誇張的事情 他在體檢的時候被檢查出他其實有膳氣 所以說呢 當時軍醫院表示說要進行右邊膏丸的切除 但是他過了不久之後 發現他其實下腹部還很疼痛 結果呢 在另外一家醫院診斷的時候 發現說他其實左邊膏丸壞死了也要切除 所以說他變成的狀況是右邊的膏丸萎縮 左邊的膏丸還必須要切除 因此呢 他喪失的生育能力 來聽聽看他的家屬怎麼說 那他現在完全沒有跟異性互動的念頭 雖然有很多機會 但是因為自己刺斃 他不敢 萬一他如果碰到一個心愛的人 未來烏入禮堂是一定的動作 可是如果最後對方才發現他是一個不能生育的一個男人的話 他會害了另外一個女人 好 原本只是一個善氣的檢查 國軍802醫院居然呢 是沒有開刀 而且呢 開刀的狀況呢 是把他的書經管給截斷了 因此他必須呢 就是現在是沒有生育能力的一個情形喔 那其實呢 立委也希望國軍呢 能夠好好幫忙這位 這個受害的一個小兵喔 以上是我們立法院最近狀況 主播 沒有